如果是平常的自己 如果上台的话 就是可能会太紧张 然后就直接哭出来 我今天却上台的时候 却没有哭出来 我觉得我自己也非常的厉害 有点害怕 因为要在那么多人面前演戏 会有点害怕 上台的感觉是蛮紧张 但是可以把自己的方案分享给别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可以站在台上我觉得还蛮开心 讲完下台之后 因为很多人的鼓励 为我们鼓掌 很有成就感 这次的活动我坐在台下 看到台上的孩子们 分享他们做了很多年 攜手做的案子 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原来这些小小的孩子们 他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改变世界的力量比我们都大 看到他们最棒的是 除了真的解决问题之外 他们是有真的培养出 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觉得对孩子们来说 他的学习不会只有在 单一他自己的生活里面 而是他有更多的扩展 跟多元性 那我觉得我非常佩服 他们可以用这么长的时间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生活上面的一个体验 我们可以从最简单 从生活中的方向去出发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总是会觉得说 我们能做的东西很小 那没办法为这个世界做什么 所以我们才想说 从生活中出发会是比较简单 也让大家可以知道说 其实我们只要从生活中 一点点小事情做起的话 其实可以改变很多 我觉得自己是做设计的 也发现说设计算可以解决问题 但最难的是发现问题 然后这些小朋友 从发现问题里面 能够获得更多 从过程里面 其实也感受到更多 最后勇敢的上台发表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棒的经验 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 真的没想到他们会愿意 投入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当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 我也发现他们把自己的视野打开了 一开始可能只是对同学 后来他们敢出去对店家 然后一开始也不知道 要怎么跟店家沟通 然后也请家长带着他们 最后连家长也进来 一起带着他们出去 因为一个活动里面 不是只有老师跟学生 甚至家长也会愿意 出来一起帮忙 小朋友他们 可以透过他们自己的感染力 然后去感染身旁的人 让更多人来一起参与我们的计划 为什么我们要坚持 每一年都为孩子 办一个分享的舞台 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想要让孩子知道当他开始分享的时候 他就启动了他的社会影响力 在真正跟别人互动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会开始认知到 哦原来我还有这边可以在更好 我还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在有更多的改进的空间 所以我们会定义为分享就是改变真正的开始 其实DFC挑战它不是一个比赛 因为呢我们希望播出孩子们 跟别人比较的这个心态 而是发自内心的 从自己开始跟自己挑战 你会发现孩子在舞台上的时候 眼睛闪闪发光 那是因为孩子们真的相信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是他们真的想要改变的 而且他们也真的做到 DFC挑战